得最大股東逆主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中國電商巨頭 阿里巴巴集團及其創辦人馬雲 遭遇新一輪整肅風暴 敏感時刻 2021年4月14日 馬雲罕見出現在俄羅斯總統 普京主持的視像會議上 然而在近2小時的會議期間 馬雲全程沒有發言 2021年4月9日 外媒披露在北京施壓下 馬雲主導創辦的湖畔大學 3月已停止招生 北京官方通報 阿里巴巴旗下二手交易平台 閒魚 遭北京市駐建委約談 4月10日 中共反壟斷監管機構 對阿里巴巴開出破紀錄的罰單 高達182.28億元人民幣 4月12日 中共央行 銀保監會 證監會 外匯局 再次聯合約談 藍蟻蟻集團 4月13日 阿里巴巴旗下 UC流浪器 營運主體被罰209萬元人民幣 4月15日 陸媒披露 馬雲不再擔任高德遠見有限公司最大股東 持股比例從67%降至25% 馬雲延伸普京主持的會議 全程只學查 不發現 據俄羅斯衛星通信社報導 當地時間2021年4月14日 普京召開俄羅斯地理學會監視會會議 馬雲通過影片連線出席會議 在近2小時的會議中 馬雲全程沒有發言 只是聆聽其他與會者交流和報告 偶爾端起茶杯 喝茶水 馬雲和普京曾多次會面 2019年54歲的馬雲宣布提前退休 引發國際輿論關注 普京在一次會議上 當面詢問他為什麼要退休 馬雲回答說 自己想用剩下來的時間 用來投入教育和公益事業 馬雲從商前就曾經是一名教師 普京聽到這個回答 股長以示讚許 不過 業內人士認為 馬雲很大程度上是被迫讓位 馬雲在2013年 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直言 中國的企業家確實沒有好的下場 事實也事 歷史也事 馬雲不再擔任高得最大股東 持股比例降至25% 4月15日 大陸媒體報導 高得軟件有限公司 發生股權變更 馬雲股份從67% 下降至25.283% 不再擔任該公司最大股東 企查查APP顯示 高得軟件有限公司最大股東變更 為杭州保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由委東 變更為 董震寧 資料顯示 高得軟件有限公司成立於2002年 2010年 登陸美國 納斯達克全球精品市場 2014年 高得和阿里巴巴集團達成拼購協議 阿里巴巴以15億美元 收購高得軟件 高得成為阿里巴巴的全資子公司 阿里巴巴旗下 U.C.流覽器營運主體被罰209萬 澎湃新聞報導 4月13日 從廣東省廣州市市場監管局 表解到 U.C.流覽器 虛假違法廣告案已經立案調查 U.C.流覽器違法主體 廣州聚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即廣告發布者 被沒收13,500元廣告費 人證罰款207.8萬元 金額共計約209.2萬元 U.C.流覽器方面稱 下假違規廣告 即刻停止與相關代理商合作等 這次罰款源自於2021年3月15日 U.C.流覽器被曝光 涉嫌發布虛假違法醫療廣告 經調查 U.C.流覽器發布的虛假醫藥廣告主體 是廣州聚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是U.C.集團旗下的關聯公司 具體情況為 2019年3月16日 到2021年3月15日期間 U.C.流覽器的神馬搜索平台 向473位廣告主 發布了608條違法廣告 公開資料顯示 U.C.流覽器由何小鵬和梁捷 於2004年在廣州創立 2014年6月聘入阿里巴巴 成為阿里巴巴移動事業部旗下的核心產品 螞蟻集團再遭4部門約談 將整體新設為金融控股公司 4月12日 中共央行 銀保監會 證監會 外匯局等4個金融管理部門 再次聯合約談螞蟻集團 在當日的新聞發布會上 央行副行長潘公勝 代表這幾個部門介紹了約談情況 潘公勝稱 這次約談的內容主要是 要求螞蟻集團 必須正視其金融業務活動中 存在的嚴重問題 以及進行整改的嚴肅性 監管機構對螞蟻集團的整改 提出了以下5個重要方向 1. 糾正該集團支付業務中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斷開支付寶和花敗、借敗等 消費信貸平台的連接 1. 糾正在支付業務中 陷入信貸的行為 2. 要求螞蟻打破信息壟斷 持牌經營個人徵訊業務 在搜集和使用個人信息方面 必須進行監管機構提出的原則 3. 將螞蟻集團 整體新設為金融控股公司 所有從事金融活動的機構 全部納入金融控股公司 接受監管 4. 改為規信貸、保險、理財等 金融活動 控制高槓桿和風險傳染 5. 要求螞蟻集團 管控其重要基金產品的流動性風險 主動降低其小額購買基金平台 餘額寶的餘額 2020年11月 中共官方曾緊急叫停了 螞蟻集團 在上海證交所和香港交易所 的首次公開發行申請 隨後 上述幾個監管機構 於12月聯合約談了螞蟻集團的 實際控股人馬雲 以及集團領導層的其他多名高管 針對監管機構再次聯合約談 螞蟻集團當日發聲明表示 該集團將整體申設金融控股公司 實現金融業務 全部納入國家監管體系 同時將借罷、花罷納入消費金融公司 依發合規開展消費金融業務 雲雲 中共官媒《經濟日報》 對此發表評論文章稱 金融管理部門再次聯合約談 螞蟻 明方向、亮態度、提要求 金融監管部門提出的 針對性要求覆蓋支付 個人信息保護 關聯交易 公司治理和信貸、保險、理財等領域 措施明確 步驟清晰 無疑是在為整個平台經濟的金融監管打仰 阿里巴巴被罰款182億元 陸媒4月10日報導 中共市場監管總局 2020年12月成立專案組 依據《反壟斷法》 對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在中國境內網絡零售平台服務市場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立案調查 經查 阿里巴巴集團在中國境內網絡零售平台服務市場 具有支配地位 自2015年以來 阿里巴巴集團濫用該市場支配地位 對平台內商家提出 二選一要求 獲取不正當競爭優勢 調查表明 阿里巴巴集團實施二選一行為 排除限制了中國境內網絡零售平台服務市場的競爭 妨礙了商品服務和資源要素自由流通 影響了平台經濟創新發展 侵害了平台內商家和消費者的合法利益 違反了《反壟斷法》 4月10日 市場監管總局依據《反壟斷法》作出行政處罰決定 扎令阿里巴巴集團停止違法行為 並處以期2019年中國境內銷售額 4,557.12億元的4%違法款 總計182.28億元人民幣 市場監管總局同時要求阿里巴巴集團 全方面整改 並連續三年向該局提交自查合規報告 阿里巴巴則納克發聲明表示 對此處罰 我們誠懇接受 堅決服從 3月12日 《華爾街日報》報道 當局逼阿里巴巴與馬雲 劃清界線 跟隨中共路線可獲得軟處理 否則將面臨大陸企業史上 最高的天價罰款 當時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反壟斷監管機構 正考慮對阿里巴巴處以創紀錄的罰款 金額或超過高通公司 在2015年 因反競爭行為支付的9.75億美元罰款 這是押金為止 中企市上的最高罰款 部分阿里巴巴高層說 在監管變數打擊公司 員工士氣低落的情況下 就算天價罰款 也能讓他們暫時鬆一口氣 馬雲湖畔大學停止招生 經過《金融時報》4月9日報導 馬雲創辦的湖畔大學 在北京當局的施壓下 已經暫停招收新生 報導引述知情人的消息表示 湖畔大學 原計劃3月末開學的新學年 並沒有招收新生 而且不清楚何時恢復招生 在校學生 仍正常上課 學校並沒有泳斗關閉 其中一位知情人表示 當局一些高官 正將河畔大學視為現代版的東林書院 移植擔心湖畔大學 好像明朝、東林書院那樣 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思想家 威脅到中共政權 另一位知情者 曾與馬雲共事 他表示 湖畔大學聚集了一群精英 當局可能認為 馬雲籍湖畔大學 會習其支持者 但實際上 湖畔大學致力於培養企業家 報導引述分析表示 湖畔大學成為當局的目標 凸顯當局對馬雲的施壓 正從商業領域 擴展至其他領域 東林書院創立於宋朝 復建於明朝晚期 該書院的師生熱衝於議論時政 形成了所謂東林黨人群體 對朝政產生了重大影響 湖畔大學由馬雲 和另外幾位中國企業家 在2015年共同創辦 馬雲和一些海外知名企業家 參與授課 這所大學的招新門檻比較高 要求報名者 必須滿足創業3年以上 年收入超過人民幣3,000萬元 企業納稅3年以上 公司規模超過30人 以及要有3名推薦人等條件 阿里嫻如平臺被約談 4月9日 北京市住建委的官方微博 安居北京發布公告說 該委員會近期在執法檢查時發現 阿里巴巴旗下二手交易平台 閑魚 存在發布 為中低收入戶提供的限定性住房 的轉租保障房等 違規違任信息 允許未取得備案經紀機構 和未取得從業人員信息卡的中介人員 發布房源信息等問題 公告稱 北京市住建委 已經對閑魚管理方進行約談 要求該平臺立即整改 承擔期作為資訊發布主體 應該擔負的監管責任 履行其資訊審核義務 2020年 中國大陸知名長租公寓業者資金斷連 導致發生嚴重的租屋糾紛 此後 北京當局明顯加強了對租屋市場的監管 據北京市住建委所發布的公告 該機構近期聯合多區 展開房地產市場檢查 結果有26家機構 因涉嫌違規 而被北京市驅住建房管 執行部門 立案查處 這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